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心论》 《入菩萨心论》当中 昨天我们前面学习了 自性利益 赞叹发菩提心的菩提迦乐 菩提迦乐就是所谓的繁育 实际上就是我们修行人的意思 所谓人的意思 那么赞叹具有发菩提心的人 从五个方面来宣讲他的功德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讲了自利的殊胜 现在第二个问题讲 殊胜施主 意思是什么呢 在我们三界当中的 所有的众生来讲 实际上没有一个像发菩提心的 这种人那样好的施主 平时我们人们认为 尤其是有些出家人 有些修行人 他认为是哪一个居士 哪一个施主 就是对我经常供养的 他就是我的施主 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真正的大施主 就是我们所有众生的施主 这就是菩萨 发菩提心的这种人 如果不是这种人 平时我们世间上的有些施主 可能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施主 那么我对某某出家人 我对某某高僧大德 可能有信心 我经常对他供养 但是我对其他人 从来都是不理 从来都是不闻不闻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所谓的菩萨 应该说是 发了菩提心的人 实际上是所有众生的护主 主要宣讲这个问题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就是说 用几个方面来进行对比 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大施 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众生的依靠处 就是依靠处 他这里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他的道理 比如说偶尔准备一些威劣的食物 然后以轻蔑的态度 来布施给一些少数众生 那么让这些众生 大概在半日当中 半天当中 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 这样人们都认为 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 你看他在多少多少的 世事当中也是以多少众生经常布施 人们都教口称扎 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善事 作为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 也就是说发了菩提心的众生 他的世间就是没有限制的 恒事的 恒事的对那些无量无边的众生 赐予无上安乐 而且满所有的众生 有什么样的愿望 都要满他们的愿望 那么这种今生 这种行为 那我们这个世间上 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非常的难得 所以如果要值得赞叹 应该就是赞叹这些 因为我们刚才这几个道理 可以从几个上面来进行对比 比如说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那么有个别的人 并不是长期的 偶尔的 偶尔的话 我们一生当中的 大概是二十年当中 或者是几个月当中 他世间也并不是永远的 也并不是生生世世的 这样短暂的时间当中 然后他所给的钱财 或者食物 或者灵性的一些物品 并不是所有能获得快乐的这种东西 只不过是他自己 顺便运用的一些财物而已 从食物方面来讲 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尚 再加上布施的行为 角度来讲 可能我们一般的有些大老板 或者是有些大施主 他虽然给下面的人 给一些东西 但给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 非常恭恭敬敬的行为来进行设施 他应该有一些轻毁 轻蔑 或者以蔑视的态度 态度并不是很好 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过来吧 我给你给一点 我们平时有些人 遇到乞丐的时候 一边骂他 一边开始给几分钱 给几毛钱 菩萨这样的布施 并不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入中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听到了菩萨外面 乞讨的这种声音的时候 好像阿罗汉获得了 出世间禅定的安乐那样的欢喜 如果他心里那样欢喜 他遇到乞丐 遇到布施者 根本得不到的 求之不得的 所以说我想 行为方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众生也是少部分的众生 并不是天下无边的 所有的众生 比如说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老板 他在厂里面也好 或者是他的公事当中 他对所有的员工 解决每天的无饭 无产 解决 如果这样 大家都觉得 你看这里有几百个人 几百个人 每天都是给他 免费的解决了 那真的是这个人是 非常的善良 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对他的员工 如是如是好 许许多多的人会承担的 实际上我们真正能 以智慧来分析 他暂时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也并不是所有的众生 只是几百个 几千个 或者几十个众生而已 世间来讲 并不是生生世世 只不过是这一辈子的 几十年而已 然后食品的角度来讲 也是一般的我们的食物 这样他可能只能解决 半天当中不饿的 比如说你每天对他 解决中午的无产 那只能解决半日的生活了 如果我们想 像这种人也是在社会上 在世间当中 也是获得人们的认可 赞叹 如果这样 那作为一个菩萨 真的要值得对比 对比是什么呢 第一个它是很长的 这个世间并不是一年两年 或者即时当中 就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乃至生生世世 这一世 哪怕是变成旁生 我还是利他的心 前世的这种利他的心 没有舍弃 这一辈子也是利益众生 下一辈子也是利益众生 乃至生生世世 一直到佛果之间 恒失地利益众生 然后他当时 当然我们颂词当中 并没有特别明显地说 间接地说明了 他的态度 这个行为 你看世间人们应该有一种 侮辱的心态在里面 但是菩萨给众生布施的时候 这种心态是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个菩萨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恭敬给他 哪怕是把自己的头断 然后右手来给他 他也是愿意 只要是让满足众生的意愿 他什么样的方式 行为上也是这样的 然后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刚才那些世间上的人们 他给的对境是只有有限的 范围当中极少数的人 我们发无上菩提心对境的众生 是无量无边的 不仅仅是包括在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地球上的 所有的人和非人 人类以外的这些众生 也包括在里面 以这样的心来对待他们 然后对他们所给的财物 并不是有漏的一些财物 就是有漏的一些吃的 穿的 那这样的话暂时解决 一天两天的生活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依靠这样的宣说法门 让众生发菩提心 让他们所给的是什么呢 就是暂时任天的福报 最后也就是说永久的 让他们给的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和佛的无上 就像我们有关《大乘经典》里面 所讲的那样的 具有无量无边的 圣法功德的佛陀果位 给的并不是一般的 吃的 穿的 给一点东西 然后给完了以后 实际上是我们刚才对少数人满足而已 但是这是在我们对它有限的 比如说你要想吃的话 就是每天都给你解决吃的 然后你如果再要穿的话 他不一定是给的 你再要衣服 再要什么其他的一些物品 他不一定给的 这些世间上的人就是这样的 我给你已经解决的解决了 你看每天都是给你安排中午饭 你还要什么穿的 那你太过分了 你如果这样的话 不要待在我这边 你必须给我离开 会这样说的 但菩萨并不是这样的 只要是众生需要什么 他就满足一切众生的愿 所有的众生 这一点也是我们的确 在《世尊广众》当中 也是看得出来 我希望这次 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的同时 就像以前 华智仁波切的传统一样 你们当然以前学过的人 我想应该是 我们去年用了半年的时间学习了 所以很多人都应该 记得到每一个公案 但是以前没有学过的人 希望你们几天当中 或者是一天看一个公案 也是应该在一年当中看完的 所以如果你真正 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的发 菩提心的这种意乐和行为 我们知道是我们发这样的心 是非常惭愧的 而且自己也会有一种新的动力 就是我既然是一个佛教徒 既然是一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那以后不能这样 随随便便对待众生的 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应该会有这种感受 所以刚才满足一切众生的愿 那么我们世间上 真的有时候对比起来 佛教跟世间 完全不能说是一模一样的 佛教不离世间法的意思 并不是说是 所有世间法的做法 佛法当中一直在提倡 那这样没有两样了 不是出世间法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世间法当中的有些理念 跟佛教完全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我觉得很多人 包括小乘佛教也好 我们世间当中 满足所有众生的运缘 这些觉得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但因为菩萨的这种信量 特别的广大 这样一来让所有的众生 都获得了快乐 这方面他就全力以赴地去做 不仅在心里面发愿 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 不管是我即生当中 也好 乃至生生世世也好 遇到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要满足众生 度化众生 这就是他唯一的意愿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既然我们大家发菩提心 当然过两天 我们讲第二品的时候 发菩提心可能讲得更详细 每一个人一定要发菩提心 今天我们重新要发菩提心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每年大概是在 葬礼六一分的时候 要求大家一起 受菩萨戒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想 今年我们也要发菩提心 但发菩提心之前大家一定要知道 是发菩提心的功德 同时从道理上应该知道 现在世间上有非常出名的一些 比如说有些先进分子 或者世间上的一些慈善家等等 我们从世间人的眼眸当中来看 这个人是真的非常了不起 很多人心里也是特别佩服的 有这么一群人 实际上的确是有这么一群人 但是他们的发心 跟我们大乘佛教里面所讲的菩提心 具足菩提心 这两个心态上又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都是应该分清楚 因为大乘和小乘主要是 从他的心态上面来分的 并不是说他穿的什么什么 然后他打扮得如何如何 并不是从这方面分的 应该是心量方面来分的 心量非常广大的 而且他自己也是 在三宝面前起始过 这样的人 绝对是好人的 你看我们平时也是一个人说 我这一辈子不杀人 大家都对这个人有一种安全感 这个人已经发誓 从来都是不杀人了 那肯定经常可靠他的话 所以起码也是 他不会杀我 有这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如果世间上的很多人 我从此以后 尽心尽力地帮助众生 那么他在三宝面前 这样发誓 那我想以后不管怎么样 都是大家对你有一定的信任 信任的话也是值得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是 只要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世间当中的很多疾病 灾难 困惑 这些逐渐逐渐会消失 所以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来讲 我想真正的发菩提心 对世界来讲 也是起到不可顾量的作用 那么他这里 刚才颂词上简单地讲了一下 比方说 有人进行布施 他所设施的对境 是精进的少量的众生 几百个人 几十个人而已 世间也是只是一年一月 或者几天当中设施一次 所布施的物品 也是平平常常的这种事物 而且态度也是不小一股 极不恭敬 说新的利益也只能解决 对方半日内冲击报复的食品 他解决的问题 也是只能解决这一点 如此之善举 如此之举也是被人们称为 行善而受到众人的尊敬 大家都说 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他布施了多少 他已经布施 以前我们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 比如说 波士利王 还有给孤独施主 这些施主经常心地 供养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在佛教的历史上非常出名 认为当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经常 包括佛陀在来的 所有的这些眷属面前 每天都是以大量的食品来作供养 但是很多出自于 一些《毗奈耶经》里面的 那么从我们大乘的 发菩提心的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板 他每一年当中 他就邀请一千个僧众 那么每一年当中 供养一百天 在外面有的 像泰国或者新加坡那些地方 就经常有这种现象 人们都觉得 这个大施主真的是老菩萨 老菩萨非常了不起 你看他请了那么多的出家人 他就供养如何如何 大家都也 但是这些人可能行为上 也不一定是特别的恭敬 他认为是 我这次你看做得这么大的功德 肯定是我很了不起的 或者说一个人 比较富裕的人 他就长期地 给这些乞丐做供养 像尼泊尔那里有这种 每一个月有一些有钱的人 到了十五号的时候 三十号的时候 给那些人做一次布施 这样每一次 就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 在那里的乞丐集中都特别多 然后有些施主 有些有钱的人 供养他们的时候 下面的人都说 哎 这个人真的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你看他每一个月都是 给别人多少多少 大家都会赞叹的 那么这些跟现在我们真的 有些人发菩提心的话 那这个功德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个也是值得赞叹的话 更何况说是 对今是无量无数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 而世间也是漫漫无期的 联系不断 一直从现在 乃至佛果之间 世间方面也是这样的 所舍的食物 也是善事无上的安乐 并不是暂时 你对他给一顿饭 有些可能乞丐 平时吃得不好 你好好地给他吃一顿 一会儿拿肚子也不知道 有时候没有福报的人 真的 原来有一次在一个食堂里面 看几个乞丐都是特别可怜的 然后我跟一个法师 我们一起给他吃得好好的 然后让他再吃再吃 最后他开始吐起来了 没有福报的 连一顿饭也是消化不了的 所以我们对他给的安乐 暂时的这样而已 但是如果发了菩提心 给众生带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上的佛果 无上的佛果 我们世界上是没有那一个不希求的 脱离轮回 而获得无上圆满的佛果 而所幸的利益 也是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 并不是极少数的众生 暂时的一天两天的 只给一个两个 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释迦牟尼佛的这些传记当中 不管是别人 要钱财给他 要房屋给他 要你的土木老鼠 或者你自己的四肢等 什么样都给的话 全部都给他 以前我们八九年的时候 应该是九八年的时候 九八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学院里面 当时跳一些佛教的舞蹈 那个时候表演《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 《一城王子》的故事 这个当中 当时因为外面需要的全部都给 后来他观众里面 有一些不信佛教 以前对佛教是半信半疑的 但有些人看了那种今生以后 觉得特别感人 好像我们觉得其他的人 没有同情心一样 最后在看了释迦牟尼佛的广传以后 有一些人从内心当中 真正对佛陀的至高无上的精神 生起不可退转的信心 后来也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也有这种状况 真的我们有时候 看世间上的这些人 还是经常说 我们要行持一些善风 比如说 国外也有 国内也有 大家应该以善人 以善人来对待 恶人以恶的行为来对待 实际上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学过一些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 还有一些龙虎与蛇的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当中 虽然是出自于一些古代的 应该是从人道 慈性方面的角度来宣说的 但是这些方面 教我们什么呢 别人对你很好的时候 我应该对他很好 但是有些众生 特别的毒恶 特别的恶意 这些人 我们都是尽量的远离 不能亲近他们 如果亲近他们 一旦自己会遭殃的 所以我们对众生当中 一部分 我们应该对他好好地对待 有一部分 我们不应该好好地对待 是这样讲的 但我们大乘佛教当中 并不是这样的 凡是只要有生命的 天下所有的众生 当然对你好 我应该很好的 如果对我不好 我不可能是以压还压 应该是以慈悲心的方式来对待他 那么这样的宗教 和这样的一种精神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世间 和任何宗教当中 的确是没有的 我们平常说 这个人是特别的善良 但是这个善良 它还是有具现性的 比如说也许是他自己 关系好的这些人面前 很善良的 然后自己国家的人 他很善良的 或者说自己同一个 民族的人当中 他很善良的 也许是同一个人类的人当中 他很了不起的 但是除了人类以外的 他遇到一些旁生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 很难说的 世间上没有菩提心的这个人 那么我们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话 真的是不仅是人类 乃至所有的众生 而且这个世间 也并不是一天两天 我们世间上 经常也是这样说的吧 做一件好事 是不是很困难的 做一辈子的好人 很困难的 但我想菩萨的今生 并不是一辈子做好人 做生生世世的好人 做生生世世的好众生 哪怕是你变成一个牦牛的时候 也是你菩提心的 中心成熟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好的牦牛 不害众生的牦牛 会变成这样的 这是我们世尊广众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听了这个法以后 一方面我们现在 可能有些凡夫人 自己前世的习气和毛病 特别地严重 然后现在一下子 把自己的毛病全部盖过来 全部都是患然一心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现在 应该发坚定的誓言 我乃至生生世世的 应该 哪怕我当旁生的时候 旁生当中也是 互相有慈悲心的一些 我们平时外面一样的 蛇丫子当中 有些丫子从来 不害其他的众生 他看起来真的好像 跟菩萨没有什么差别 但有些很恶劣的 很恨的 在我们人当中也是这样的 有些看起来也是 小兮兮的 特别善念 看了以后 好像感觉是很舒服的 有些并不是这样的 真的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 学习《入菩萨行论》以后 大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心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生起菩提心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行为上也是 毕恭毕敬的方式来施于他们 所以我们以后 当然我们遇到一些 好的环境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 但是我们对我不好的 对我经常有一些看法 这样的人的时候 就是所谓修行人 发菩提心的人 也应该自己的 慈心和悲心来对待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刚才 我们世间上的好人 跟发菩提心的人的对境 时间 行为以及所事的安乐等几个方面来 进行观察 所以我们在一些大城市里面 经常看得到 这个老板做的生意 很成功的 原因一个是 他对下面的人很好 一个他自己徒劳 各方面非常好 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真的 发了菩提心的人 跟世间的一个好人 相比较起来 有很多方面的特点 这一点并不是我们 因为学习了大乘佛法 所以我们赞叹发菩提心的人 不是这样的 真正从道理上 每一个道理上想 实际上好人是比较多的 但是发菩提心的这样的心肠 有多少个人 应该可以观察出来 他这里 我们刚才颂词当中 有一个横子 那个横呢 有的注释当中解释为 纵然虚空众生到了净土 也不终止 他这个横子的意思 虽然虚空和众生 本来众生和虚空 都是没有边界 那么假设说 这个都到了净土 那么刚才菩萨恒时 都是给别人赐予安乐 赐予这种快乐 这种没有到净土的 也就是说 跟行为和布施两个结合起来 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吧 即使你虚空都已经 找到边界的时候 你的这种布施 或者是对众生恭敬的行为 永远也是没有致敬的 跟行为结合起来的 一种解释方法 然后回缘尊者 按照时间的差别来进行宣说 这个时间的差别 刚才那个 世间上平常的一些好人 他的时间是有限性的 偶尔性的 而菩萨是运恒性的 从时间差别来讲的 而三天尊者 再按照十五的差别来解释的 我翻了一下 三天尊者印度的讲义里面 但他也是一方面前面的 时间方面也做了解释 然后他这里十五的差别 可能是这样的 刚才前面一般的世间人们 给的也是一般的一些 除沙淡饭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食品而已 他这里恒时食欲 恒时食欲的话 这种无上快乐 就是永久性的一种特征 所以从 怎么说啊 所食物的这种差别 就是永恒性的 意思就是说 值得无上安乐的佛果 所以他所给的这种东西 跟我们世间给的东西 当然一点时间都成分没有 可能这个恒字也不好解释 但实际上他恒时 意思就是说 永远地让众生获得快乐的 这样一种食物的差别来解释 可能这样来说的 所以他的讲义里面 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好 这以上已经讲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先面讲的第三个问题是 殊胜佛天 我们所谓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真正是殊胜佛天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我们对他供养 恭敬 起信心 功德是相当大的 反过来说我们对他生嗔恨心 毁谤 或者骂他 打他 那过失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殊胜的对境 或者说特别严厉的对境 严厉的对境也可以说 但这里殊胜的佛天是主要的 所以说在课判当中 这样是解释的 他这里就是说 对一切众生 刚才不是说了 我们这里说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完全成了一个 一切众生的大施主了 在一些国外 我是那个仁波切的施主啊 我叫杨小姐 白发苍苍的有些老太太 我叫杨小姐 然后我是什么什么仁波切的大施主啊 各自特别小的 然后我是大施主啊 这样当然没有一个杨小姐 不然有的话 他可能不高兴 但是没有这样 所以我就随便编一个名字 他自己认为 也是我是大施主 其实真正的发菩提心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大施主了 为什么呢 他的发心能给天边无际的众生 赐予无上的安乐 所以他心里有这样 布施的力量 有了这个力量的话 他的愿逐渐逐渐会实现的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发了菩提心的人 应该算是大施主 这样布施的大施主 或者是大佛子面前 如果有些人业力深重 或者自己的烦恼没有可以对治 而对他生起恶心 那么佛陀在有关 下面所讲的一些佛经里面说 这个人一定会堕入地狱 而且堕地狱的时间 也相当长的 他这个恶心是什么样的恶心呢 比如说 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已经发了菩提心 然后我心里面怀有恶点 就是有时候想 我狠狠地打他一顿 或者说 我故意无垠地毁谤他 或者当然我们如果有身体 语言 身口衣 三门都是如果害他的话 这个过失是相当大的 但是有些人 虽然我口里面也没有说什么 然后身体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只不过心里面对他想害他 想加害他 杀他 或者生起这样的恶念 那这个恶念的时间是有差别的 如果你生起一刹那 当然我们一刹那 按照俱世论的观点 一贪之间有六十四个 或者六十五个刹那 如果我对他生起一刹那 也就是说 我们城市刹那 时间刹那 并不是说长的刹那 那么这么短的刹那当中 我如果对他生起一个恶念 那么我在地狱里面 长达一个劫的 比如说我对他生 一个刹那的恶念 那么一个刹那当中 有六十四个小刹那 那么每一个刹那那样 我在六十四个大劫当中 在无间地狱等其他的地狱里面 根据你罪恶的层次不同 会堕入地狱的 那么会不会这样呢 决定是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非常严厉的对境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主席 或者一个国家的总统 他就是全国人们的护主 如果我们有些人 想害他 想打他 这样会不会受到法律的诚服 肯定会受到法律的诚服 别人打我的话 不一定有法律的诚服 但如果我是一个总统 别人打我的话 那肯定他会受到法律的诚服 同样的道理 他是非常严厉对境的缘故 如果我们人对他生起恶念 的确是长达 那么长时间的大劫当中 《俱舍论》里面说的 有些中劫和小劫当中 这个应该是大的劫里面 他在地狱当中受苦的 那么这样也好 我们可能有些导人心里面也是特别害怕 你看我们附近的这么多人 应该说是发了菩提心 那么发菩提心 这里的佛子是不是 深意菩提心 还是世俗菩提心呢 这是在《学集论》当中 也是讲得特别清楚 他引用了许许多多的教证 而且说这对境就是世俗菩提心 相续当中生起的人了 那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好 或者这次我们参加菩提学会的 所有的道友里面 可能百分之 应该说七八十个人以上 先知道了菩提心的功德以后 他会发菩提心的 回菩提心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害怕 那这样的话 今后怎么办呢 我对他有时候经常生恶念 生邪见 经常产生 那这样的话 我可能在地狱当中 永远也是不可能解脱 会有这种担心 当然这方面我们也确实是 所谓的甚深佛的因果 我们世间上谁都觉着不了 谁也判定不了 你不会堕地狱 谁也不敢这样说 但一方面 我们自己要知道罪恶的轻重 这样的话 自己也会注意的 比如说有意智慧的人 他就知道 你偷了什么黄金 会在监狱里面 多少多少年受苦 他以后就不敢偷这种黄金 他就知道了这个厉害 他在行为上说 一定是注意的 一定注意的 另一方面我们因为 凡夫人的业力非常深重 释迦牟尼佛在《诸法无声经》当中 也是说了 所谓的业障 指的是对菩萨的毁谤 对菩萨的毁谤就是业障深重 我们平时在一些佛教徒当中 哎 上师啊 我是业力非常深重 业障深重 确实是 如果你对别人毁谤 这样的话 就这个佛经当中 也说得特别明显 说业力深重 那么这样业力深重的人 第一个一定要值得注意 以后从表面上 肯定看不错了 他穿得再不好 或者是他长得再难堪 或者说他行为 也是风风颠颠的话 那内心当中很有可能 已经发了世俗菩提心了 而且自己的菩提心 从来也是没有遇到过什么违缘 没有失去过 他的相续当中真的有菩提心 那么我们最好 对他不要生恶念 即使有时候生恶念 这样的话 尽量不要过意 在没有过意之前 互相忏悔 互相说话 如果这个实在也做不到 我们以前也讲过 每天念百字明 二十一遍 一般我们破誓言和破菩萨戒的 很多罪过会能遣除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的最近看那个 我原来说是五点五十五分 结果五点五十五分起来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 现在时间已经提前到五点半 基本上起来念一些百字明 磕一点土 然后洗个年 喝一点水 什么样都可以有一点时间 你五点五十五分 刚开始的时候根本 因为以前这方面没有几年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时间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们凡夫人平时也是造的恶业 无始以来的也比较多的 尤其是在平时我们对佛有之见 或者看见那个众生 有时候也生不起信心 欺恶念 无缘无故欺恶念 这种也是有的 这就是自己的业力现前的 别人对你没有做任何坏事 但是你看见以后 就看不惯 不是我前一段时间 也遇到过有些人吗 他一直看到我 都是特别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有骂过他 没有说过他 他看到我以后 特别生气 这种情况是肯定有的 这个是可能自己的业力也好 或者不管是怎么样的业力现前 会有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自己还是好好地忏悔 尤其是对金刚上师 生恶念 生邪见的过失 在十论金刚当中 也是讲得一模一样 我们以前学习 《世事无事诵》的讲义里面 也是引用过一些教证吧 意思就是说 对上师起恶念 有多少个刹那呢 有多少个集结当中 也在恶趣里面受苦 还有一些严厉的对境面前 也会生起恶念 会有这种报应 会有报应 所以我们平时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恶念的时候 一定要值得忏悔 那这样的话 有些人可能想 哎呀 不管怎么样忏悔 恐怕是困难的 我们平时发菩提心的人面前 也经常会可能 有一些这样的恶心 那这个世间太长了 可能会这样想 但是下面那几天菩萨也讲了 如果我们生恶念 也是个严厉对境 但如果我们对他生信心 对他生清净的欢喜心 这个功德也完全超越了他 所以我们也可能 会稍微得一点安慰 他这里说 若认生净心 如果刚才我们所讲的 那样的菩萨面前 对他生净心 生清净的话 我们觉得他很好 他是个好人 或者他的所作所为 一言 一举一动 我们有时候生起信心 哎 真的 他有时候坏的也是坏 但是坏的时间不是很长 大多数的时间当中 我对他也是生信心 生欢喜心 哎 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如果这样想 那这个功德 完全都是已经超越了他 比如说 我对他生一刹那的恶念 本来我已经造了 在地狱里面 很长时间不能解脱的一个因 已经造完了 但是我过一会儿的时候 我刚才生起了 不太好 然后平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 我对他 影响比较好一点 我对他生清净心 也是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 每一个刹那当中 比如说我对他 起一分钟的恶念 然后起一分钟的善念 信心 起信心的话 那信心的功德 完全超越刚才恶念的过失了 所以千百万地超越了它 所以我们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有些因果道理动 真的功德方面也是相当多 过失方面也相当多 如果我们对过失方面不了解 经常犯这个毛病 如果我们对功德不了解 这方面的欢喜心 安慰心 始终都是得不到的 所以平时 大家在对眼力的对境 尤其是发了 菩提心的这些人面前 大家应该在自己的行为 各方面如理如法 这是极为重要的 下面在诸事里面 是这样说的 假使任何众生 对这样的慷慨布施的 施主菩萨生起恶念 那么他生起了 多少刹那的恶念 就在那么多劫当中 已经呈现于敌恶里面 所以我们平时 对生恶念是非常的不好 尽量地忏悔 制止自己的恶念 对别人生嗔恨心 生嫉妒心 尤其是害他的心 这是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这里的对境 完全是发了世俗菩提心的 而且《学集论》当中 还引用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教证 有些教证里面说 这里的对境不仅是发世俗菩提心的 而且虽然没有发菩提心 但是属于大乘中心的这些众生 我们也值得保护 哪怕是他转生于 旁生的这种众生 我们也值得保护 当然我们没有天眼通之前 恐怕也不知道 牦牛当中哪些是 具有大乘中心的 我们没有皈依佛门的 大乘生里面那么多 天天都是人山人海 像麻油我一样 那么看到每一个人 表面上看来都是为了自己的 钱 财 地位 一直在这方面驯逐 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 是大乘中心的人 大乘中心的人面前 我们也不能生恶念 不然也过失非常大 因为他毕竟 虽然他没有真正成为大乘佛子 但是他属于这种大乘的中心 所以我们也值得尊重 也值得尊敬 这个意思 《寂静定幻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文殊菩萨对菩萨生称倾弱 则同等刺行者皆受众 诸于地狱而窥家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菩萨对菩萨 刚才一个生了 世俗菩提心的人 对另外一个世俗菩提心的人 生起了这样的嗔恨心 那么嗔恨心 刚才所讲的那样 在多少个刹那当中生嗔恨 就那么多个刹那当中 住在地狱当中 那么这个人又重新开始发心 配上精进的盔甲 回续这样的 然后这个经的后面 还有一些金刚宝的比喻来宣说 比如说这个金刚宝 任何其他的金属物 是不可能摧毁他的 只有金刚宝 他自己摧毁自己的 同样的道理 发了受菩提心的人 其他任何一个因缘 不能堕入恶趣的 但你如果对生菩提心的对境 生嗔恨心或者诽谤 你会堕落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我造得五无间罪 我造了其他的业 只要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不一定会堕落的 但是虽然我相续当中有菩提心 让我对另一个菩萨生起嗔恨心 但是后来没有好好地忏悔 很有可能堕恶趣 这方面应该注意 佛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么与此相反 如果任何众生 具有菩提心的菩萨生起清净的心 我对他生起清净的心 欢喜心 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然后对他生起清净心 那么他的果报已经远远了 超生恶心的果报 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 也很重要 平时我们金刚道友之间 有时候吵架 吵架的时候还是对他生恶心 一天都好像心里面特别不舒服 但是一个月当中 可能这样的次数一次量子 平时不过有些人的 性格有一点差别 有些人一不高兴 好像很长时间就还不过来 一直是闷闷不乐的 有些人一会儿生气 特别生气 好像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自己也是很快乐 别人看来这个人不要紧 生气也不要紧 会有这种情况 以前我父亲和母亲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父亲 不是我们父亲 我的父亲 他就经常生气 经常生气的话 一会儿就没有了 然后母亲恰恰是相反的一个性格 他一般不容易生气 一生气两三天都是不说话 所以我们孩子们 下面都特别害怕 母亲生气 我们想父亲生气 都是不要紧 一会儿就好了 一会儿就特别不高兴 一会儿就好了 一天当中好像春天的天气一样 换来换去 没有什么的 但是母亲千万不能生气 要生气的话 整个一个家都是好几天当中 好像没有一个气氛 特别困难 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怎么说 发菩提心的人 有些人可能对对境 生气嗔恨心的有时有 但有些时候应该最好 生恶念的时间间短 自己也应该这样想 也没有什么想不过的 即使对方有些做错了 或者这样的话 暂时可能还不过来 但是尽量也不要拖很长时间 互相地说话 互相地应该打招呼 这个非常有必要 外面的很多有些情况 不是这样的 好像一次有一件事情 对你弄了一个不高兴的时候 然后永远都是一直 把它坏在心里面 这样作为我们大乘菩萨的精神来讲 有点香味 那么他这里刚才 我不是与此相反 我刚才念完了 一个教证了 《趣如定不定数印经》 当中这样说的 也是一种假释句 不可能有所有世间当中的 眼睛一个人来挖 但是这是好多 我们都是用一些假释句 假设说 若有善男善女人 以此心领弊当众生之母父名 全部已经恢复的话 那功德大不大 肯定功德大 不要说所有的众生 我们有些请一两个医生 然后做一些贝赖掌叔叔的话 自己也觉得 啊 我这次做了好多好多的功德 别人也觉得 你真是大菩萨 大菩萨 你看有三十个人 都已经看见世法了 但是发菩提心的这种功德 跟这个比较起来 也有一定的差别 文殊若有其他 他这里这样讲的 如果一个人发了菩提心 然后我们以信心的目光 或者具有清净心的目光 来看着他 以清净心的目光 对着这个菩萨 那这个功德远远都已经超过 超过了功德 超过了功德 所以说 正知是对大乘行者 他作为对境的 积累资粮也好 对他生清心 功德是相当相当大的 五光尊者在《大圆满行习修习》当中 也引用了一位菩萨 这个菩萨甚至对他 生起一些贪欲之心的话 后来也获得 三十三天的果位等等 也有一些公案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人们当中 不知道哪些是真正的菩萨 哪些不是菩萨 这一点非常难以分析的 就像《华严经》里面已经讲了 三财同志 依止三知识的时候 里面也有一些屠夫等一些行为 不太如法的人也是看见 所以我们看见一些行为不如法的 这个是肯定菩萨 我们已侮辱他或者说他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然后《法华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显现 三十三种化现的时候 里面有时候观世音菩萨显现一些鬼王 显现一些将军等等 也有各种各样的现象 所以诸佛菩萨的幻变 在世间当中也是 有些是以旁生的形象 有些是以穷人的形象 有些是以富贵人的形象 有些人一般就是 忏费人的形象 各种各样都有 哪怕是我们在街头上 看见一些整个教 书 全部都没有的人看见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它看着 佛和菩萨来对待 就像《《价释清闻经》里面说 我们对所有的众生 看作佛像 作本色像 应该以这样的阳光来看待 第一个我们不会造恶业 而且因为《入菩萨行论》里面 处处都是这样的 我们对众生看待的时候 即使你这个目光 也应该非常和蔼 非常慈爱的 以这种目光来 对待其他的众生 所以我想大家 如果也是没有特别的必要 没有特别的密意 平常应该看待众生的时候 也应该有一种慈爱的心情 应该有慈爱的一种生态 这样对自己 就不会造恶业的 如果我们口口声声 好像看起来 哦 这是上师 这是佛佛 这个肯定是佛和菩萨的 我一定要恭敬恭敬他 百一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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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他的众生 好像不屑意过 有些人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上师 对其他有些有地位 有财富的人 经常恭敬 哪怕是接电话的这种态度 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上等人 我有上等人的一种恭敬 接电话的方式 中等人有中等人的 然后下面的人给你打电话 嗯 可以 好 再讲 再讲都不说 有时候 好 然后马上关机 所以有些人 真的有时候 我们行为上 如果像以前的一些 我不是说 有些人 有些人认为是给他说的 一直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行为上 一定要注意 对所有的众生 要以这种方式来对待 这是极为重要的 这个教证的后面还有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的众生 关在监狱里面 然后全部释放出来 让他们获得转能王的果位 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 但是对菩萨生起信心 以慈悲的目光来看待 那这个功德也完全超越他 等等讲了很多的功德 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 我们有时候也是可能 真的发菩提心的 很多道友面前发脾气 生邪见 恶念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 即使说不是道友 我们看见其他一些众生当中 真的看不出来 有些人认为 这些人肯定不是什么菩萨 他从来没有发过菩提心 他还没有皈依呢 有些这样想的 但也不一定 他以前前世的时候 已经皈依了 而且他发了大乘菩提心 但是即生当中还没有成熟 只不过这个人 已经成了大乘菩萨 为什么 如果我们按照小乘的角度来讲 人死的时候 那个戒体也已经坏坏了 但是我们 菩萨戒不是这样的 我这一辈子发了菩提心 我这个菩提心 如果没有遇到什么实惠的因 我下一辈子变成一个 不信佛教的人 那么我的相续当中 菩萨戒还是存在的 我下一辈子变成一个牦牛 我的相续当中 菩萨戒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对旁生也好 对任何众生 应该观菩萨来想 我们有些人 可能吃过很多海鲜 吃过鱼 吃过一些其他的众生 也许这些众生 前世当中发了菩提心的众生 如果他真的发了 菩提心的众生 那你就是一个菩萨 活生生地吞下去了 那这个过失是多大啊 真的有时候这样想的 你对他生一个恶念 也这么大的功德 这么大的过失 那你把真正发菩提心的众生 一直吞下去 而且吞了很多 吃了很多很多菩萨的话 那这个过失怎么样 这不是开玩笑 你们自己还是应该想一想 有时候看有些人 以前不是素的时候 吃过多少众生啊 那么这个里面有没有菩萨 你能不能断定 从英明的逻辑推理来讲 我是不敢断定 别人说 你看这一碗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螺丝 这个螺丝里面说说 决定不会有任何 具有愿菩提心 和心菩提心的菩萨 这里面根本不会有众生 我是教证理证 什么都举不出来 如果没有这样 我们真的造的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应该重新做人 怎么重新做人啊 我们从现在开始以后 看待任何一个众生 第一个即不杀害他们 尽量地对他不生恶心 以这样的誓言 那么我们乃至生生世世 应该自己的行为也会如理如法 上面说 第四个问题 不为痛苦所害 发菩提心的人 不为痛苦所害 否则随风难 善证罪不胜 这样发菩提心的人 虽然他在修学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灾难 疾病 痛苦 还有一些挫折等等 这些违缘 这样发菩提心的人 虽然在修学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 处于一些离境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但是他不想跟凡夫人 如果凡夫人 他可能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自己的善心会退失 他的这种善心愈日俱准 蒸蒸日上 一直不会失去的 所以他的战争 因为他的大悲心和对善法的意乐 极为强烈 这样以后 他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和违缘的时候 就不会 我们从《世尊广传》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他在生生世世当中 哪怕遇到自己的生命危险的时候 从来都是不退失菩提心 包括我们米拉日巴 或者以前虚音老和尚 他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也并不是没有违缘的 还是有一些违缘 痛苦 但是遇到这些痛苦 而且这个痛苦 反而成了修学的损缘 修学的损缘 成了这样 所以历大的一些高僧当中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 在当年整个历史上的时代 也是变得特别的饥饿 在那种状态下 自己的善心都是根本没有改变 所以这些人应该说 在自己相续当中的善法 就是越来越增长的意思 在格言当中也是 具有真实智慧的这种人 即使再随悲的话 他的行为不会堕入不如法的行为 他的行为不会堕入 一直是信奉一些高僧的行为 反而会对《般若舍颂》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随手手手朵 男人海 人比身世心不变 就是遇到了再大的一些困难 违缘 在这种状态下 实际上根本不会改变他的心 安忍之力及稳固 多心心结生菩提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种安忍力量 越来越稳固 越来越强固 这样缘故就是多心结的 他这里心结 值得是我们经常讲的 心趣 信心 从这方面讲的 又具有很多信心的这些菩萨 他一定会行持菩提法 不会遇到违缘而会转的 所以所谓的心结 我们在学习显广传论的时候 修道菩萨的心结 回向 还有随喜 这就是他们的三大作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们对善法有定要有心结 心结指的是心缺 对他有意乐的欢喜心 叫心结 自相续当中的善法没有生起的 让他生起需要心结 然后让他生起的不毁灭 不毁一定要用回向 然后不毁灭的这种善根 越来越增上的话 就叫随喜 这是我们以后学习显广传论 最根本的善根问题 所以刚才这样的菩萨 他的相续当中 根本不会退失信心 反而越来越增上善根 这一点我看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都完全清楚 自己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不会退失信心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院请了一位 青海那边的一位医生 他的名字叫蒋阳师傅吧 他大概是七十八岁 然后他当时 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 他在三十岁的那一年 在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可能过了十多年了 住了十多年了 当时他在求法的时候 也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对大圆满 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一直是得不到 后来我们以前比较出名的 现在已经圆寂了门斯尔坎波 门斯尔坎波他们 在一个监狱里面 在一个监狱里面的时候 有一次他都特别想求 阿丞坎波的 二传的大圆满教言 后来他特别想得到 这个法药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在 单独交谈的时候 他很想求这个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 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上师 有这个传承 后来圆寂了 圆寂以后他当时特别想的 有一次他就眼泪地流下来了 然后上师知道了 你真的要想求的话 你现在暂时给我 我自己念一些百字明 我方便的时候给你传 但是在监狱里面 没有念著 也没有办法 后来他说 我这个技术恐怕有点困难 看怎么办 后来上师说 你一直好好地念 念完了以后再说 然后他就连续地念了 因为白天一般在劳动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也不害怕别人知道 他默默地一直念了 大概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以后 就开始准备给他传 传的时候他说 我当时也详细地问了 他们在当年的一些 监狱里面的一些老修行人 真的跟现在人的生活 完全是不相同的 在这种条件下 如果真的修行很圆满 那这个很了不起的 所以我当时也详细地问了 他到了堪布那里 因为堪布当时脚不方便 不用每天去参加劳动 他当时也三十岁的人 比较年轻 一定要每天都要去劳动 但是堪布说 你如果真的要想求法 你可能每天吃饭方面 有点困难 你要装病 后来他说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他有一天早上 一直睡着 大家都要去参加劳动的时候 他说 我今天病得很厉害 根本没办法起床 他们就专门请了一个医生 请一个医生 首先看他量了一个体温 量了体温的时候 那个医生过去了 过去以后他把体温拿来 放在一个开水里面 然后再靠在自己业务下面 过一会儿的时候 那个医生来了 来了以后他一看到 啊 发高色很厉害 你必须要马上打针 他也说 我打针可能不行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药 第一天他就给了一些药 给药以后 把药全部在炉子里面烧了 烧了以后 他们一生 其他人都没有的时候 马上到上师那里去 当时门师上师 他全部没有什么手 全部是口传 因为当时他在年轻的时候 学得特别好 全部的这些教言能背得到 全部给他讲 讲的时候心里面觉得 每个字讲得特别精彩 但是也没办法的 他机器也不是很好 全部好像有个笔 有个指导 多么好 但是在监狱里面什么条件 都是没有的 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连续听了十五天的时间 只有晚上能吃一点点 白天本来他们监狱里面吃得也不好 最后就没有办法 几乎都是半个月当中 白天根本吃不到饭 晚上有时候能吃到一点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说的 第二次有其他的 几个上师和医器也是在门师堪布面前听 这个时候有一个上师 好不容易他悄悄地找到了一点笔和指 就是笔和指 然后当时堪布讲的时候 他基本上他写得也特别快 全部记录下来了 全部记录下来的话 后来记录下来的这个 他也找到一个小小的一张纸 在这个纸上面又记录下来了 记录下来的话 他当时在监狱里面的教言特别的珍贵 他认为一直非常珍贵 然后他放在他自己身上 带的嘎吾河里面 而且当时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稀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 大概是可能有一张纸上面 有42行 字写得特别特别的稀 现在可能我们用电脑缩小的话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可能人 一方面是用环境来笔着的 一方面这个上师 也是写得特别好 一个字也没有掉 他现在一直放在自己的身边 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得的这个法 后来监狱过了十年以后 虽然在那个年代当中 经常受辟毒 经常改造 虽然过了风风雨雨的生活 但是我这个法本 一直是没有伤害的 那么我后来说了一下 他在三十岁的那一年到现在七十八岁 那么这个法本一直藏在身上 他一刹来 也是不会离开的 只是上师给他的教言 我想说 我们这些人 如果遇到这种环境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信念 有时候发菩提心的人 真的跟其他人还是有所不同 刚才佛经当中也这样讲 下面就讲的是第五个功德 也就是说 这个人如果具有菩提心 他值得是 我们对他恭敬 顶礼的意思 他这个意思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具足了上面所讲的珍贵的菩提心 这个人我们也不分中心 也不分什么层次 乃至在皇宫里面的总统 国王或者国家主席 这样的身份人也好 或者说是身无分文的一些 在街头上流浪的一些乞丐也好 只要在心的相续当中 有了这一颗善良的菩提心 那么他这里的作者寂天论师 他也认为对他的身体 值得恭敬 值得顶礼 他的意思 不管是现在 未来 过去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 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的人 那么我作为一个寂天菩萨 当然我们作为佛教的历史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寂天菩萨 完全是得地的这种菩萨 他作为得地的菩萨来讲 也是对这个人值得恭敬 顶礼 所以我们平时也是 按照小乘的有些观点来讲 相续当中必须要 具有小乘的戒律 然后很多条件具足以后 才可以受别人的恭敬 但是在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 只要你的信息的相续当中 有一颗菩提心 那么别人对你恭敬 别人对你供养 别人对你赞叹 什么样的都应该值得的 为什么 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 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真的因为我们要 介入很多众生 然后经常受别人的供养 作为出家人 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所以心的相续当中 一颗菩提心都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能不能享受 也是很难说的 然后从其他的世间人 也是经常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 自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自相续当中有一颗菩提心 那么寂天菩萨也可以顶礼 所以讲《现观庄案论 般若波罗弥多经》的时候 也经常有这样的 比如说一个菩萨 居住的地方 也值得顶礼的 即使这个菩萨现在不在 那么以前居住过的地方 也是应该值得的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 现在已经实现圆寂了 不在这里 但是有人说 噢 这以前法王如意宝 在弘法利身的地方 就是别人向这个地方顶礼 也是值得的 而且对他来讲 有许许多多的功德 平时我们在外面 以前上师如意宝 住过的有些地方 真的看了以后 我在成都经常 路过三里山医院的时候 一看到 这个是大菩萨住过的地方 心里面应该恭敬 这是应该顶礼的 以前求求堪布他也是这样 讲《相关壮论》的时候说过 比如说 华智仁波切住的地方 堪布根河住的地方 现在我们谁去的话 也应该值得恭敬顶礼 以前法王如意宝 也是这样说过 他说 我根本上师住的地方 什么时候看见 也是值得顶礼 后来我们去到 市区那里去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 乌巴霍霍 还有莫凤仁波切 他们住过的地方 现在虽然有些地方 什么都没有 尤其是华智仁波切 降生的地方 现在只有一块石头 其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到那里去 对空地开始进行顶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毕竟是菩萨住过的地方 不像凡夫人 菩萨住过的地方 而且这些菩萨 大家共认的 就像我们朝印度的时候 印度四大僧地 虽然释迦牟尼佛 现在都没有 有些地方基本上也就是一种业外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佛住过的地方 这个是菩萨住过的地方 也值得恭敬顶礼 如果说一个人 真的现在居住的话 那对他顶礼 对他恭敬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此我们现在世间上 工人这些大菩萨住过的地方 哪怕是他住过的宾馆 我经常真的这样想的 路过的这些 像马尔康 米拉喽 米亚罗这些地方 只要法王住过的地方 在车里面经常 只有恭敬的心里面 说 这个是菩萨住过的地方 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功德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个菩萨居住的话 那这个地方各方面 比如说佛法 兴盛 众生获得快乐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利益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样想 这次听《入菩萨行论》的人 稍微多一点 如果人多的话 可能里面有一部分人 真正的相续当中 能不能生起菩提心 如果能生起菩提心 那我想对他来讲 应该是在一辈子当中 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其他什么境界没有 什么神通也没有 天上也不能飞 水里面也是不能 怎么说 像金鱼一样有来有去 什么都不能 但是不要紧 这些神通身边 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讲 不要紧 唯一的一个什么 就是愿菩提心 心菩提心的利他的意乐 这一点是 我们应该值得希求的 他这里就是说 谁的相续当中有了这个菩提心 寂天菩萨也是会顶礼的 那么这种菩萨 即使说我们平时对他加害 就是作了一些毁谤 或者打他 烧他 害他等等加害 实际上不但没有大的恶果 而且对他结上了殊胜的安乐的愿 所以他就是一切快乐的来源 世间当中真正的菩萨 只要是对他好的结缘也好 不好的结缘也好 凡是有了菩萨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 众生快乐的这种源泉 所以寂天菩萨说 我们应该归于他 归于众生安乐的源泉 应该顶礼他 应该供养他 应该恭敬 称赞 赞养等等 那么这些在《相关传论》当中 也是称赞 称诗 赞养等等 有好几个方面讲修道的时候 对菩萨的赞叹相当多 《诚入宝积经》当中 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一个国家当中 将生一个具有国王相的太子将生 太子将生的时候 在具国上下的所有小国的人 大家都拒绝 大家都非常欢喜 说我们国王的太子生 太子生以后国家不会空的 那大家都极为生欢喜心 有些大臣也好 其他的平民百姓 都在太子下面恭敬顶礼 在以前有这种状况 自身菩提心 居相太子 偏当世间利益 尽心尊重彼 那么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当他生起菩提心 当他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虽然表面上看来 这个人是凡夫人 但实际上这个是具相太子 就像太子刚刚生 还没有过一岁的时候 太子能不能做国王的事情 肯定不能做 那么我们刚刚这几天 生起菩提心 入菩萨心论讲了 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我现在 刚刚剩下七八天了 那七八天来 我现在真正大菩萨国王的事情 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人和非人 包括天王也是 在我面前顶礼 也是值得 别人怎么样顶礼的话 我应该不用害怕 你不要顶礼 不要顶礼 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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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地刹活佛 别人给他顶礼的时候 他特别害怕 不要顶礼 不要顶礼 给我拿一个金兽 拿一个金兽 拿金兽的时候 人家都顶礼完了 经常有这种情况 但是你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 不用拿金兽 不过地刹活佛特别的谦虚 他非常了不起的 在学院当中也是 成千上万个人面前灌顶 但是别人对他顶礼 别人对他恭敬的时候 他特别害怕 从显现上非常了不起的大德 但是他就非常害怕 一个出家人对他顶礼的时候 他就马上要起来 马上拿金兽 经常都这样 所以我们真的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 别人怎么样顶礼 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里说 天当世间的所有众生 可以顶礼 具有这样清净心的尊重面前 也顶礼 也是值得的 因为《入宗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身闻和缘觉 实际上佛而产生的 佛的来源就是菩萨 菩萨的来源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来源就是大悲心 所以越生菩萨说 我先给摄得菩提力 我现在给大悲心顶礼 在知识里面 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公案 为什么对具有菩提心的人 怎么恭敬呢 因为他是完全 继承如来的继承者 就像我们现在 很多国家 把自己国家的未来的希望 全部放在一些大学 高财生 他们的这种身上 他们认为是有培养前途的 什么都对他们是非常关心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佛教也好 利益众生的所有未来的愿望 全部对菩萨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我们的相续当中 什么时候生起菩提心 那几天尊哉也会顶礼的 其他任何人顶礼也是值得的 任何众生生起了珍宝菩提心 作者对他的身体也是恭敬顶礼 就算是有人对他加害 也会令作害与安地连在一起 我们经常也有这种说法 如果发菩提心的人 对他结上善缘 即生成就 如果对他结上恶缘 断掉轮回的根本 断掉轮回的种子 意思是什么呢 暂时对他结上善缘 当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 他是菩萨 肯定会获得成就 如果你没有结上善缘 比如披露他 或者害他 暂时可能会受一点果报 刚才不是前面也讲了 生恶心的树木那样会果报 但是正因为是他的发心力 正因为他的慈悲力 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获得佛果 所以我们遇到一个菩萨的时候 我们对他供养 供敬 当然是供得很大的 即使说没有这个身后 我对他生嗔恨心 我对他毁谤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 这两个相比较起来 我还是生嗔恨心 毁谤他 害他 这个功德大一点 为什么呢 我如果没有见到他 我永远也是在轮回当中 不一定获得解脱 正因为我见到他 我害了他 虽然暂时我受了一些报应 但最后很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成就 所以这方面有一定的差别 因而我们看为一切众生 安乐至圆圈的菩萨面前 潜行皈依 如果有人问 此处说的 不是于前面 这几个颂词 就是不施诸佛者 若人生恶心 佛言毕也堕越 长如心受戒的道理 不相违吗 因为刚才说的是 这里生一个恶念了 那么大的过失 那么现在给他结上恶缘 也是成了善缘 那这两个难道不相违吗 不相违的 上面的颂词主要说明 我们对他生起恶心 这个果报非常严重 从果报的异熟果方面来这样讲 当然你如果忏悔了 你如果对他生惊心 那这个果报早就已经消失了 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 而此处所说的意思就是 菩萨暂时欲究竟 摄受这个甲孩子 所以他这里结上恶缘 也变成善缘的意思 就像是慈离王 暂时和究竟是五种 业刹也可以说 落刹也可以说 有不同的公案当中 有不同说法 让他们拥有快乐一样 当时慈离王面前有五个业刹 开始要他的鲜血 因为他是大菩萨的缘故 后来这些落刹 暂时是堕了恶趣的 但后来释迦牟尼佛也是发愿 暂时我用鲜血来 让他们获得快乐 最终由我的佛法 甘露来讲 他们获得快乐 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在五个业刹 都变成了五比丘 给他们促持转法论 转法论以后 他们都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所以如果这五种业刹 从来都是没有见过 当时慈离王释迦牟尼佛 那永远也是 当时释迦牟尼佛转法论的时候 根本没有得到解套的 首先对他加害业 实际上是结上了安乐的缘 这个意思 那么后面是 五足菩萨有一个机闻 世间上的很多人根本见不到 见不到什么呢 净除二种障碍 烦恼障和所知障的黑暗的 而菩提心的像太阳那样 珍贵的菩提心日轮 就是因为没有眼睛 他根本看不到太阳 同样的道理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 根本看不到 净除二藏的菩提心日轮 他经常躲在 一个愚痴黑暗当中 他该睁开的眼睛 不睁开 不该睁开的长见和短见的眼睛 一直睁得大大的 整天都是高世间法 有些堕入短见 有些堕入邪见 所以这些众生 非常可怜 该学的东西不学 不该学的东西正在学 所以说 这些人是非常可怜的意思 第一品诗中 今天讲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